好风水好日子 今天要带大家来看看 如果家里面有这样的风水 恐怕会损害到健康 风水生理行就跟我们分享 家中要明天暗房 当然这句话大家常常听到 可是有人会误会暗房的意思 反而导致身体健康受到影响 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明天暗房呢 来听听他怎么讲 其实在我接触这么多的一个个案 最常遇到风水跟健康有关 就是明天暗房 可是明天暗房在我接触这么多的个案里面 我发现大家对于暗房这两个字 都过度解读了 基本上明天就是说我的客厅 或者我家最主要的采光明亮 这个没有问题 可是暗房呢 其实在最早以前 暗房它的定义 不是说我房间24小时都要暗的 而是什么呢 而是说我们要回归到一个房间 它在最初的它一个功能性 就是央灾风水有很多一些禁忌啊 或者是规定 它都是依照它的功能性去延伸出来的 那以房间对于我们人而言 不管是我们的祖先或是我们现代人 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睡觉 所以其实暗房它真正讲的一个要求 就是说我们在睡眠的时候 在休息的时候 房间要暗 但是当我们醒来了 或者是说我不在房间呢 其实尽可能还是要让采光进来 最明显的一个个案呢 就是这个个案在新北市的树林 那这位夫妻呢 其实你说他年纪大 其实年纪也不大 也就差不多四五十岁中壮年 可是呢他们就是一直以来 接收到了一个讯息 房间里面要一个好风水 就必须要暗房 所以它是把整个采光面 全部用这个柜子给遮挡住 甚至柜子后面这个采光的玻璃 全部给它给封起来 所以即便是大白天的 或者是这个大太阳 那屋子里面也都没有光线进来 那这样会有什么影响呢 这样的就是第一个就是说 因为它居住在这个地区 相对湿度比较高 那我一个房间 如果长时间是维持这种 昏暗没有阳光的情况的话 我这个湿气在里面散不掉 所以你就会看到 这个主卧房里面 全部都是避癌 而且那个霉斑 它是沿着窗户 一直爬爬爬 爬过它的床头柜 后面的这个墙 所以先生自从做了这件事情 就是把房间采光面 全部封起来之后 他发现自己的皮肤状况 变得越来越不好 比方说会容易有湿疹 然后明明这个没有脚气的 突然变得有脚气 然后在呼吸系统上面 就变得常常会咳嗽 那就会一直认为就是说 我都按照以前的这个风水的 规定来做了明天暗房 为什么我的健康状况 还有我的事业状况会受影响 其实讲到这个事业状况 其实很多洋灾风水 它的影响它是环环相扣的 因为我们在房间里面 我过度潮湿 我身体不舒服 我的睡眠受影响 这两个只要受影响 其实我隔天 我脑袋就会昏昏沉沉的 那昏昏沉沉的话 其实我们在做很多事业上的判断 跟决定的时候 就会容易判断错误 除此之外呢 它也会直接延伸到 因为我不舒服 精神不好 我脸 我很难发自内心 笑脸迎人 人际关系 就会跟着受影响 所以它都是一环 接着一环 接着一环的 好那所以回归到 在暗房这一块 那真的就是要建议各位朋友 我们要打破一个 传统的一个思维 或者就是说呢 我们应该要厘清 我们要知其然 也要知其所以然 所以再次强调 暗房的它的一个定义 绝对不是说 我24小时房间都要暗了 我人在睡眠状况的时候 我要保持阴暗的一个环境 因为这样子 我睡眠才能够稳定 睡眠稳定了 那身体健康了 那我要做其他事情 或者我要求其他运势的时候 我们才能够求得事半功倍 在明厅的一个概念上面呢 现在叫客厅 以前叫做所谓的厅堂 厅堂是做什么用的呢 厅堂是以前男主人 用来招待贵宾 招待重要的这个客人用的 所以我们看到很多的这个古装区 那男主人在厅堂 招待客人的时候 男主人一定是坐正中间 后背呢 一定有一个高高的 不管是说这个 祖先排位也好 或者说高高的这个屏风也好 他一定是有靠的 然后两旁的话 就是客人的分别这样子坐下去 所以当一个这个客厅 或者是古代这种厅堂 他采光明亮 然后能够帮助男主人呢 他能够非常有条理的 去应对客人的一些问答 或者说再谈生意的话 那其实对于男主人的 人际关系事业上面 他都会有好的帮助 那明天的一个概念是这样 对 那暗房呢 暗房为什么能够帮助事业呢 其实就像林刚刚讲的 他不是直接的帮助事业 他是暗房帮助你睡眠稳定 你睡眠稳定了之后 那你在隔天白天你去处理 人际关系事业上面事情的时候 自然而然 你就能够应付得很从容 判断得很正确